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势力,最终还是引起了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注意,最后将这个集中恐怖组织给打揽下去,但是百族之虫,此来不将,这个组织即便不是全盛时期,但是它的危险依旧被人小觑,既密特社三月一日报答,既库尔德方面报答,库尔德武装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军事准备之后, 日记将于近期和目前被围困在叙利亚州第八谷州村的阿阿斯武装分子,进行最后的危奖,如果彻底解放该村庄,这将标志着阿阿斯最后的正规主力已经被彻底消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村庄依旧存在着大量的平移,这让库尔德武装的危奖变得有点反乱,西日风光明显的阿阿斯组织,又如何能够露到, 在短短数年之后,便被一个新举起的库尔德武装打在头破血流,如今两组织最后的存亡,都被库尔德武装掌握在手里,由此,可能可以让全力烂到,那么上次那些反冰游泳就很难成继后, 三年了阿阿斯就一定好吗?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俄罗斯来赢,当然是极好的,但是对于库尔德武装来赢, 确并非如此,我们需要清楚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根本目的并非支持库尔德人民独立, 而是利用库尔德武装来打击恐怖组织,以及分裂叙利亚, 而现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主导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已经完全被裁斥掉了, 美国试图分裂叙利亚的想法破灭,其次就是恐怖组织,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 如今被库尔德为困,正是最后的阿阿阿斯主力,一旦阿阿阿斯被消灭了, 库尔德武装还有什么值得美国利用的呢?除了没有利用价值外, 美国的传统盟友土耳其,十分不爽库尔德武装的存在, 美国支持库尔德武装,本身就引起了土耳其的变满, 并且土耳其方面,一直在向美国方面施压, 而且美国抛弃库尔德武装,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不难猜测,到美国政府最后的选择, 在这种环境下,库尔德武装在消灭掉阿阿斯之后, 很可能离自己的危机也就不远了。